一般市售南瓜经常因为气候及病虫害影响了产量与品质 因此花莲农改厂特别研发一种新品种南瓜叫做有望南瓜 这几年经过实验摘植发现有耐热抗病虫害等特性 而且收成率高 而18号上午在关自在农场进行的新品种说明会 开放给农友来观摩种植 来到专门培育新品种有望南瓜的农场 一颗颗硕大的南瓜长满了藤蔓相当壮观 农友表示有望南瓜产值很高 随便拿一颗切开来就可以闻到浓郁香气 捧面肉质像极了哈密瓜 这个有望南瓜新品种它是有抗三种病毒 然后非常适合有机栽培 因为我们知道南瓜它又比较耐热 所以可以晚点种 那目前这个南瓜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不抗病毒 而且又不能太晚怕热 所以我们这个新品种就是可以抗病毒又比较耐热 可以晚点种 然后所以呢也比较适合有机栽培 所以在那个非种植期生产出来的南瓜价钱又比较高 那口感跟产量呢 至少跟目前的对照品种都还要好 国内一般市售南瓜常受到气候与病虫影响 品质和产量都不尽理想 但有望南瓜就比较少受到环境以及病虫害的冲击 收成率比一般南瓜还高 市场收购价格一公斤35到50元 可以抗病毒又比较耐热可以晚点种 所以也比较适合有机栽培 在非种植期生产出来的南瓜又比较高 由于有望南瓜产值高不少农友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只品种 所以花莲农改厂一开放参观 就适应了大批全台湾的农友前来观摩 市场接受度它的口感是比阿诚会好一点 对那接受度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还在慢慢推嘛 对那目前还是有一些客人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有客人吃到是觉得还不错吃这样子 今天来看比较不一样 它是用高价的高棚式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像比较亮点吧 花莲农改厂强调南瓜因寒星等微量元素 对抵抗力相当有帮助 鼓励大家吃南瓜 希望能够对疫情有所帮助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导